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二年春光 他是毋庸置疑的长寿之人 但很少有人知晓 这样一个人也曾被算命先生断言活不过三十五岁 他年轻时身体并不好 生过肺结核得过抑郁症 有过很长时间的失眠症状 自己想来都觉得不可能会长寿 然而命运给予他的一切磨难 最后却促成了他的极足蜕变 他开始感悟到赛翁施马 胭脂非福的道理 也总是以促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来要求自己 从经济学到语言学 周有光不断在多个领域 展露自己的光芒 一百一十一岁寿宴上 他甚至能够荣光焕发地 他站在众人面前自嘲是上帝把我忘了 而他的长手之道 也在众人的问询下 经由他的口述为更多人知晓 一 母亲的溃增 一九零六年一月十三日 周有光出生在了江苏长州倾国下的周家 年幼的周有光并没有跟在父亲身边长大 而是随着母亲搬去了苏州生活 这位接受就是教育 只能看书不会写文章的老母亲 用他的言行举止 给了周有光最有用的人生教诲 度量要大 遇到困难不要消极 在反复默念这一句话的时候 周有光总能从中汲取到力量 这让他一点一点地消除脑海中 翻腾的怒火和无尽的哀伤 找到重新振作和开始的勇气 母亲对周有光的影响 还体现在了遗传基因上 这位老太太是那个时代难得的长寿老人 一直活到九十六岁的她 哪怕是到了去世的时候 也都是耳不聋眼不花 有着相较同龄人更为康健的身体 所以后来周有光能够走过一百一十二年光阴 不得不说有遗传的母亲长寿基因的原因 二 妻子的相伴 龙应台层言 人生像条大河 可能风景清丽 更可能惊涛骇浪 你需要的伴侣 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建立在船头 浅真低畅两岸风光 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 周有光最幸运的一点是 她就遇到了这么一位可以同命运共患难的妻子 周有光早年过肺结核 患过忧郁症 且常有失眠的情况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张允和同样也存在身体虚弱的情况 两人结婚的时候 家里人还偷偷找来算命先生 给他们算了一次命 结果周有光和张允和都被认定为只能活35岁 寻常人听到这样的结论 可能会失去了生活的信念 但周有光和张允和却只是笑笑救过 他们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 却也觉得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日本全面亲华之际 周有光因为工作原因无暇顾家 使张允和撑起了协议家到处避难的重任 在八年的时间里 张允和带着孩子搬了36次家 一开始他们还是7个人20个箱子 到后来只剩下4个人和5个箱子 在纷飞战火中尽管张允和揭尽了全力 最终也只能看着几个孩子接连在战乱中没了气息 所有的苦难他都一个人苦苦支撑了过去 后来他们唯一活着的儿子小平也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 中了榴弹送往医院紧急抢救 万幸的是 抢救三天后小平转为为安 给了张允和不倒下的理由 最难的时刻周有光一再缺席 但张允和却没有因此而对他心生怨对 他曾反过来安慰周有光 告诉他 这是命运为了锻炼我 把最难的题都留给我一个人 毋庸置疑 张允和始终是他们一家最坚硬的脊梁 也是最有力的依靠 有了他 周有光才能放开手脚 在自己的领域有了更大的成长 但张允和也并不是全然没有弱点的 有一次他患上了利剂 情况非常严重 请了很多医生都没能改善他的病症 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救了 但周有光没有放弃 最后 有位朋友帮他们在重庆请到了一位名医 周有光开始带着张允和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 奇迹发生了 张允和也痊愈了 这让他们俩在往后的岁月里更加无惧于生死 更加乐观地看待万事万物 三 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如张允和一样 周有光在一生中也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他曾经受过冤屈 身陷淋雨 接受过劳改 也在穷乡僻壤中 干过农货 但漫长的黑暗 最终也没有使他消散内心的希望 甚至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还豁达地表示 这是那几年的操劳 让他在夜晚睡得更加深沉 治好了他的失眠症 粗然临之而不惊 无骨加之而不怒 是周有光一直以来对自己做出的要求 艰难环境下 保持乐观坦然的心态 也是周有光和张允和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尽管他们都经历了很多 现在看来难以接受的磨难 但他们总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和善意 保持着偶尔低沉 但大体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而这也是周有光和张允和 能分别活到了112岁和93岁的原因之一 在80岁之后 周有光经常被朋友和媒体询问长寿之道 每次他都大笑着说没有秘诀 非要总结的话也只有两条 第一条是生活要有规律 规律要科学化 第二条是要有涵养 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要能够足然临之而不惊 无骨加之而不怒 而这也的确是他一生中都在坚持的事情 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妻生活融洽 与生活习惯上也有相似之处 在物质方面 他们一直力求简单 他们基本不买补品 也不吃别人送的补品 从来少吃 不下吃山珍海味 甚至连油炸食品都基本没有吃过 在平常的吃食上 他们会选择一小部分荤菜 但更多时候 吃的都是鸡蛋 青菜 牛奶和豆腐等 含有高蛋白和膳食纤维的食品 哪怕是过年过节 他们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 而这样健康且有规律的饮食习惯 也让他们的肠胃减少了很多负担 避免了三高的风险 事实上 这样的习惯 是在一次求医后养成的 当时上海的一位医生告诉周有光 大多数人不是饿死 就是吃死的 乱吃东西有害健康 健康的食物吃多了也会有害健康 这些道理周有光一直铭记在心里 往后的岁月里 他和张允和一直坚持不乱吃不多吃 除了这个之外 周有光和张允和从不抽烟 绝不喝酒的习惯 也给他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多注意 特别是他们还坚持早睡早起 保持着正常的作息 在晚年的时光里 周有光和张允和一直循环着睡觉 吃饭看书写文章的简单又有趣的生活 他们在这样平和的生活里 也保有了更加平和的心态 从青年到晚年 周有光和张允和都对身外之菜 没有太大的追求 他们不追求高薪的工作 更看重其带来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抗日期间被日军搜走了家里所有的古董 也不心疼 不生气 因为他们有更看重的东西 他们吃小亏也不占大便宜 在为人处事时总让人一步 因而减少了很多摩擦 杜绝了大部分生气的机会 就连夫妻间偶尔争吵时 也从不大声说话 更不带激烈的情绪 他们经历的诸多磨难和坎坷 最终都化为了他们前行的动力 他们始终相信 最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 未来的道路更无惧前行 所以 他们有宽广的胸襟 乐观的态度 去看待一切生活中的小事 甚至 八十岁之后 他们就将接下来的每一寸时光 都当成了命运的馈赠 视为了新生 所以 张允和才能活到了九十三岁 周有光才能走过了一百一十二年的时光 学习如何实现长寿 不要固步自封 不要志得意满 徐而代之 要活到老 学到老 让延长寿命真正实现 会者不难 很多人被失眠 压健康 心理疾病等困扰 各种养生的词汇 也开始频频出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 放眼望去 无论年龄大小 似乎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怎么做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 很认同张其成教授的观点 养生就是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人生没有捷径 养生也需要长期坚持好的习惯才能看到效果 余生晚上好好睡觉 抽空坚持运动 经常读读好书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 三 规律运动 前不久看到一个观点 很多人被压健康的状态困扰 究其根源跟运动太少有很大的关系 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长期缺乏运动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百分之三十 各类疾病也会伴随而来 运动是保持健康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世上最好的解忧药 它能治愈身体的痛苦 也能缓解精神的焦虑 曾经在知乎上看过这样一个提问 规律运动能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有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 当别人在刷手机打游戏时 你已经跑完了十公里 当别人还赖在床上时 你已经完成了每日常规锻炼 运动与不运动的人 过的是截然相反的人生 多年以后 运动的人会比同龄人更年轻 更有活力 运动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 它也是一种积极有活力的生活态度 作家村上春树就喜欢跑步带来的愉悦感 他曾这样描述运动后的感觉 我终于坐在了地面上 用毛巾擦汗 尽兴地喝水 解开跑鞋的鞋带 在周遭一片苍茫木色中 精心地坐脚腕舒展运动 这是一个人的喜悦 体内那仿佛牢固结扣的东西 正在一点点解开 运动不仅会让你感到快乐 也会影响你生活的其他细节 比如让你精力充沛 工作效率更高 获得更大的满足感 每天坚持规律运动是最快速 最直接获得内飞态的方式 运动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规律运动的人身体自然会给出更好的反馈 曾经看过一个美国女性温迪的励志故事 她在43岁时离婚了 生活也因此走向坍塌 这时候的温迪失业平淡 婚姻失败 皮肤粗糙 甚至体重达到了177斤 她曾一度想过放弃自己 是女儿带着她走进了健身房 初期她对于各项运动不得其道 感觉很疲惫 但是她没有轻易放弃 而是坚持锻炼 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之后 曾经的游泳圈肚子竟然出现了马甲线 温迪的状态越来越好 也顺利迎来了一段新的感情 长期运动让温迪实现了年龄的逆增长 也让她走出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拥有了崭新的人生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你流过的每一滴汗 都在塑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和更好的自己 我们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身体健康的一大步 规律运动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它让人变得自律 也能让人更容易掌控生活 运动是成本最低 性价比却最高的养生方式 二好好睡觉 快节奏的时代里 很多人总希望通过熬夜来安抚白天忙碌的自己 睡个好觉 仿佛成为了稀缺的奢侈品 曾经看过一个网上发起的睡眠调查 结果显示 调查的人群中仅有10.8%的人能够睡得好 其余人员均存在各种各样的睡眠问题 睡眠是反映一个人生活质量和身体状况的一面镜子 实验医学杂志有一项研究显示 睡眠不好 会破坏人体内肾上腺素的昼夜节律 进而影响正常的免疫功能 睡觉质量高 身体就能及时的将体内积累的毒素和垃圾清扫干净 然而睡眠出现问题的人 就像一台不予养护 却需要一直运转下去的机器 会感到心里焦脆 不堪忠负 今年来 睡眠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生命的元凶 很多悲剧也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 清化硕士张斌在连续熬夜赶报告后 突发心急梗塞 在卫生间猝死 天涯副主编金波工作很拼 经常熬夜 因为长期睡眠不足 在地铁里猝死 春雨医生创始人张瑞 因为工作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引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睡眠中度过 好好睡觉是对身体的负责 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朋友小麦是重度熬夜达人 错乱的作息让她晚上睡不着 白天又挂着黑眼圈昏昏欲睡 有一天她突然感觉呼吸困难 心脚痛到不能站立 急救室内 小麦被医生提醒有脑部出血的前兆 因为长期缺少睡眠 她身体的很多功能都受到了影响 医生叮嘱她一定要在十点之前睡觉 保证八小时的睡眠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小麦意识到了危险 痛下决心开始调整作息 不再熬夜伤身体 坚持早睡早起一段时间 她发现美美的睡了个好觉之后 一睁眼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小麦发现生活更从容了 每天都能好好地吃完早餐 连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 睡眠革命里有这样一句话 当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睡伤 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 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就能成为一个真正厉害的人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身体是每个人最后的竞争力 拥有健康的身体 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和资本 合理地调整作息 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 能够带来身体的良性循环 成年人最高效养生的开始 就是好好睡觉 一 经常读书 很多时候 一个人痛苦的根源 就是因为心态不好 精神世界匮乏 容易又与自己小世界的鸡毛蒜皮 给身体涂增负累 最好的养生 其实就是养心 而养心最好的办法 就是多读书 让灵魂更加丰盈 心胸更加火达 就像这样的一句话 人一定要读书 不然便会比例满腹 满箭苏箭生满身上 一书一世界 一夜一乾坤 书看得多了 对于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 就不会轻易困于人生的低谷 我非常喜欢梁世秋老师的观点 朴素且真诚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的需求 不是为人 是为己 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读书月薪 它是生活的解药 也是精神层面的养生 还记得朗读者的节目中 九十多岁的 试词研究大家叶佳莹 虽然满头白发 却气质优雅 时间虽然催生了脸上的皱纹 书籍却让她的内心愈发风盈 叶佳莹的一生非常坎坷 经历过生死离别与婚姻不幸 脸上却始终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份淡泊与宁静 与叶佳莹小时候饱读诗书有很大的关系 她出生在书香世家 书中的智慧已经沉淀为优雅的气质和睿智的力量 帮助她自信地面对生活的纷扰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她都能通过诗词转化为前进的力量 那些看似鲜弱的诗词就如同铠甲一般 帮她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人这一生难免会出现各种烦恼 读书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和内好 书籍如同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它可以帮助我们缓冲很多情绪 使过心灵自然能够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身体 作家于秋雨曾在某段特殊时期变得很消沉 那段时间她不愿见人状态很是不好 在朋友的建议下 她选择去一座有丰富藏书的旧图书馆敬仰 那段时光里 于秋雨有了书籍的陪伴 心境转变了很多 人也重新振作了起来 读书是最好的心理按摩 它能滋养人心 让身体和精神得到双重保养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看过的书籍成了过眼云烟 其实它们藏在气质里 谈吐上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里 读书与美丽中这样说 真正的美是灵魂的丰富和坦荡 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 但阅读是其中最易走的 不昂贵的 不需要求助他人的捷径 读书就是兼养身心的最好方式 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 纷繁浮华的世界 如此才能保持内心淡然 不置于物 不困于心 把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很喜欢一句话 选择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被生活选择 生活本应欢喜自在 每个人都有选择笑看 岁月尽好的权利 从现在开始 没事早点睡 有空多运动 坚持读好书 再小的改变 经过岁月的日积月累 都能沉淀为 属于自己的实力与资本 坚持下去 你的人生终将会不一样 愿你历经岁月 脸上不见风霜 身体依然健康 手中有书 眼角有笑 心中安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